- 維修人員倒落在地上等待救護 華航週六上午發生兩名維修人員 在進行飛機維修時 傳出操作意外受傷 根據讀者投訴 華航維修人員要打開飛機電子艙門時 疑似沒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 造成經驗壓力大於外界 導致無法推開電子艙門進入飛機 維修人員借用電動升高車 想由客艙門進入飛機 沒想到開門時 艙內壓力推開艙門 造成兩名維修人員及升高車被推倒 兩名維修人員衰落地面受傷 最後緊急送醫急診 其中一人頭骨破裂 另一人嚴重骨折 華航也證實發生這起維修意外 並啟動調查確認發生原因 並向農務部北區治安中心 進行職業戰賽通報 孫中心台報